好了 兄弟们啊 看一下巫童啊 巫童的话有点像宠物小精灵的鸡鸡龟啊 巫童好像说钓鱼倒多冠 它要搅光头是吧啊 最想搅光头啊 兄弟们下次聚会应该不能带巫童了 巫童头发没长出这之前 我们尽量远离他啊 这个光头这个发型啊 不是所有的人都驾驭得了的啊 那张图片没有这张图片帅啊 但是最帅的还得是高清无马的这张啊 忍者神归三兄弟 关键还能帮戴个黑色墨镜 黑色墨镜还能帮戴一个啊 还能帮戴个像蝙蝠俠的 欢迎有李哥啊 巫童可以啊 巫童他妈一下就要火了 巫童爆炸了啊 草黑除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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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头和墨镜啊 不能代表黑 就是 就是只是巫童丑而已啊 还有传奇私服版巫童啊 忍者神归版巫童啊 光头墙版巫童啊 真实版巫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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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巫童都在马里领个座棋吉尼龟 巫童不是领了个座棋 是跟座棋合为一体了啊 巫童穿越到游戏里跟跟这个吉尼龟合为一体 这是巫童现实里啊 给大家直播剿光头的一段小视频 这是巫童讲完光头以后开摄像头的样子 我第一次找感觉到我直播开摄像头有了有一丝丝的压力啊 节目效果实在爆炸 梧桐和吉尼龟放在一起 向吉尼龟头领戴个墨镜 可惜吉尼龟带的是圆的 他带的是方的 老B别看了 光头响版梧桐 忍者神龟版梧桐 传奇版梧桐 看没看见 王哥我撤退了 考虑了好久 然后我发了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不知道在干什么的表情 我说的语音大概内容是 腰总保重 既然你已经考虑了那么久 尊重你的觉果 决定 我说了一堆 他由我发的 半个都是好兄弟 他发了NN的表情 然后告诉他卖的钱别乱花 别给女主播都刷了 他说老铁没毛病 这是腰总最后给大家的一个告别 好吗 我去我我对腰总最大的祝福 那就是卖号的钱别乱花 别领千亿别打利批 远岛因为夺冠要招老板了 所以说鱼岛的成绩稳定 必须得靠没有冠军 我早就说鱼岛不能打出成绩 暗中呆瓜 在鱼岛帮了鱼岛这么多年 都怪这个张某一处来 一处来就给扰乱了 四强四强四强 腰总真的要不玩吗 腰总确定了 腰总昨天跟我聊了很多 说小王 我想了好久 还是确定不玩了 没啥意思 你看看 他给我一顿拉拉拉老铁没毛病 他说王哥我撤退了 啊考虑了好久啊 等一下啊 夺冠真的是导致团队解散的 最主要原因 这个是想个很后期才发现的 但是我早就发现了 默默的啊 组建了四年